一般女生一隻手指頭身體進去 中頸度是夠的 就有被包覆的感覺 你看她的皺褶是屬於平滑的 甚至於她慢慢的萎縮縮小了 整個會輸 失去彈性了 失去彈性萎縮了 通常這都在 太鬆弛跟先生在一起的時候 或者是跟伴女在一起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 影響性生活 對 性生活 做太多會變鬆嗎 其實是不會 是讓我們都會跟病人講 這個要做才可以 是彈性才會灰的啦 你不做就開始慢慢慢慢慢慢的萎縮 洗澡包住男人 一個適當的 普摸 按摩 是在降低你的膠感成績 男朋友的角色就蠻重要的 現在越來越多女性啊 會很在意自己陰道的緊實度 尤其是生過孩子的女生 更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困擾 這個呢 其實就跟男孩子 會在意自己陰莖尺寸一樣的道理嘛 畢竟啊 隨著這個歲月的流逝 女生的陰道呢 就跟我們身上皮膚一樣 是會慢慢的老化鬆弛的 而這樣長久下來 一定會影響到女性 女性的一個身心靈的狀況 所以真的不得不重視 那到底有這個鬆弛的問題 該怎麼辦呢 這一集節目 我們就邀請到了 萬芳醫院的婦產科醫師 張宇綺 張醫師 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我是萬芳醫院婦產科 張宇綺醫師 現在其實女孩子啊 已經 就是這個 醫療觀念越來越開放 所以其實就像很多女孩子 有問題都已經趕直接講了 所以其實現在門診 也蠻多女孩子 是因為陰道鬆弛來就診的對不對 不是只有老人家喔 喔不只 那自己遇過最年輕的大概 大概生完產後 大概三到六個月的一些婦女 她一胎比一胎 更頻繁的漏尿 甚至於咳嗽抱小孩 欸褲子吃了 她就會來就診 所以真的 那你這幾年真的有發現 蠻多女生都有這樣的困擾 嗯 沒錯 那到底陰道鬆弛 這一個 是什麼意思 然後它又會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標準 叫做鬆弛呢 其實我們一般女生喔 生育年齡的陰道 它是很滋潤的 而且是有皺褶的 有皺褶 有皺褶 甚至於它的顏色色澤是粉嫩的 嗯 所以它有一個彈性度 一個彈性度 如果 產婦生完產 從陰道生產之後 它的彈性度稍微會疲乏的 所以這時候在產後 我們會建議做凱歌運動 或者是一些骨盆的肌肉群的訓練 讓它的肌肉迅速的趕快回到 它正常的骨盆腔的肌肉的 嗯 緊緻度 對 那原則上我們一般女生喔 一隻手指頭身體進去 其實它的鬆緊度是夠的 就會被包覆的感覺 被包覆的感覺 那產後有時候 婦女她可能是兩指 因為一個頭很大 小孩的頭非常的大 有時候是到九公分的大小 經過這樣產到出來之後 它的彈性喔 甚至有一些 會被撐開 對 被撐開了 被撐開 所以它也許喔 它會比較寬 喔 那因為有生過小孩 會從下面會剪掉那個 會因處小孩比較出來 之後我們再把它縫回去 所以入口的會很緊 可是裡面卻是很鬆的 可是裡面卻是很鬆的 對 那媽媽真的很辛苦 所以回去好 跟自己媽媽說聲謝謝 犧牲很大耶 對 但是比較 比較鬆弛的 就會像右邊這個樣子 嗯 這個右邊齁 其實這個右邊 跟這一邊的部分 其實它的顏色 你可以看得到齁 它的血色已經是非常的 比較慘白 比較慘白 嗯 那你看它的皺褶是屬於平滑的 嗯 甚至於它慢慢的萎縮縮小了 失去彈性了這樣子 對 失去彈性萎縮了 通常這都在停經後的婦女 喔 或是早發現卵巢衰減 它的陰道 它的滋潤度 它的彈性度 跟它的萎縮的程度 會慢慢的增加 是 所以平常女生要怎麼樣子 來定 來檢測 比如說用手指頭就可以了 是不是 嗯 用手指頭 基本上它滋潤度要夠 才有辦法伸進去 如果滋潤度不夠 你伸進去它根本是卡不進去 喔 會卡卡 甚至於會強硬 強硬執行的話會 甚至會破皮 會初選 欸從這一張看也蠻明顯的齁 對 這個厚度有差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齁 這是顯微鏡下的圖片 這是生育年齡的陰道黏膜的厚度 有這麼厚 這麼長 比較飽滿喔 這是含有一些持激素的女性齁 那我們停經後的女生 因為持激素下滑 所以它陰道黏膜的上皮 就慢慢的萎縮 像這一條線而已 是 非常的薄 甚至於停經後的女生 她的陰道會乾癢色痛不舒服 嗯 所以會影響她的性生活 也許她滋潤度也是不夠 非常的疼痛不舒服 這整個就是這樣凹陷下來的感覺 這個就是飽滿魂圓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差蠻多的 這個滋潤度非常的夠 喔 對這個完全是沒有滋潤度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平常剛才說用手指頭 那除了我們在家之外 女性要怎麼樣 有一些檢測方式 知道說欸自己是不是有鬆弛的狀況 OK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檢測你的陰道是不是鬆弛 咳嗽會不會漏尿 跳躍的時候會不會漏尿 還有跑步 甚至有人坐在沙發上 移一個洞 他可能就漏尿 你看這非常的嚴重 或是笑一下是不是 對就是笑一下 所以像長期一直咳嗽慢性咳嗽 呼吸到感染 他會一直咳一直咳一直咳 漏一直漏一直漏 所以原則上我們這種人會教 趕快先去治療他的感冒 治療好他咳嗽減緩了 那就會減緩他的漏尿 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陰道分泌物會減少 其實這一點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雌激素下 雌激素下降 停經後的女生 他的分泌物減少 滋潤度也不夠 會乾癢色痛不舒服 甚至會影響他的性交疼痛 是 那另外一個性伴侶抱怨裡面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最直接的感覺 對 生完產之後 他的陰道口是被我們縫起來 可是裡面是鬆的 對 緊緻度不過 曾經生過產或是懷孕過 懷孕過因為骨盆 我們肚子撐得這麼大 他是有重力的壓力 其實10個月其實你說 如果是剖腹身 其實也會漏尿 因為他有重力的壓力 所以下腹有垂重感 常常會看到 膀胱脫垂或是子宮脫垂 或是直腸脫垂 脫到陰道口 處理膜椅 下之後東西就跑到外面來 所以會走路會掉出來 會掉出來 有這麼誇張嗎 有 非常的 在老人家 尤其比較肥胖的 他年紀輕可能是 在做一些農作物的 提重物啊 或搬重物啊 負壓增加之後 他已經 他的骨盆腔開始 肌肉群鬆弛 所以會掉出到我們大腿 你直接就會撲出來 一塊在那裡 欸我這樣年輕人還是很難想像 就直接掉出來 直接掉出來 老人家很常見 那這樣不是連上廁所都會影響到嗎 對 有時候掉出來會卡到你的尿道口 所以尿都尿不出來 所以有時候病人肚子脹痛不舒服 結果一倒七八百CC 然後把那個脫水推回去 他尿得很順暢 哇 那這樣子平常要怎麼樣保養就很重要 等一下會教大家 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對 還有過度肥胖減重太快 迅速馬上就會變得寬鬆鬆的 是一下子碰起來一下就縮回去 縮回去 有個快速的變化 對身體都不是好的 對 那一般我們尿尿 一有尿就去排尿 甚至於 其實我們膀胱是處於 儲存尿液跟排尿的功能 可是一般有感覺 大概三百到五百 會有感覺想要尿尿 可是你可以憋一下 六七百一定會想要急著去尿尿 有些病人他去上廁所 大概一百CC兩百星他就去尿 一直擠 尤其天氣冷可能五十就尿了 所以一個小豬可能尿兩次三次四次 都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 一直覺得尿急這樣子 對 所以你一天白天如果尿尿大於八次 晚上大於兩次 其實要就醫了 要就醫了 嗯 那到底造成我們陰道 慢慢老化鬆弛的原因 有哪一些呢 大家會有很多的害怕 到底為什麼會鬆 剛才講到除了說年齡嘛 對 除了年齡老化 這是不可抗拒的問題嘛 再來就是有生產跟沒生產的 從下面生可能 或是骨盆腔 從剖腹肚子生下去 其實都會讓你陰道有個重力垂嘛 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長期吃一些精緻食物的 像 跟飲食也有關係啊 對啊 吃高糖的油炸物啊 或者是抽菸喝酒 吃燒烤類的部分 會讓你的陰道的彈性 蛋白質流失 所以很多女生不要想說 反正我 因為現在很多女生是沒有想要生小孩打算 就會想說 反正這個也不會這麼早早上我 但是除了老化之外 你看如果你平常吃的東西不正常的話 對 也是會提早早上來的 就是老化 所以並不是說 所以並不是說你 沒生就沒事 對 跟自己吃下去的東西也有關係啊 吃飲食也有關係啊 就是我們所謂的 呃這些都是會 嗯 這些都不是呃 抗氧化的食物 哦 是 所以讓皮膚越來越鬆弛 會這樣子 那剛才是不是有講到說 提重物啊 提重物 對 就勿農的女性 對 提重物也會提早 呃 提重物齁 再加上你老化 還有上半身比較重的女生 就是肥胖的女生 嗯嗯 是不是三個原因 一個是肥胖 老化 然後經過身材 還有提重物 會加速你的骨盆腔的肌肉群 肌肉開始鬆弛 東西都會掉出來 這叫脫垂 脫垂 提重物 但是現在很多女生 流行什麼 做重訓 對 都很重欸 其實重訓它是訓練它的肌肉的一個力道 可是你 嗯 腹壓增加 會讓 讓你的子宮 膀胱或是直腸的東西 是 往下垂出來 齁 用力把它推出來 所以 重訓要訓練對 它的力道 位置 嗯 但如果說訓練的不對的話 可能真的會讓你 會加重你的 骨盆腔的 脫垂 喔喔 脫垂 所以很多時候 男生看到女生 哇 身材很好 也不要開心得太早 呵呵呵 它可能搞不好用力用錯了 用力 對 搞不好那邊比較鬆 也是有可能影響到幸福 那究竟我們剛才講到說 會對身心靈造成影響 到底 陰道鬆弛 對女性最直接的影響 有哪一些呢 這是不得不重視的一個問題 一般生活上 影響我們最困擾 就是排尿的問題 對 剛剛有講 脫垂出來 其實它卡在你的尿道 嗯 嗯 陰道的上面是尿道端 嗯 尿道端你看 突出來膨出霧的時候會 它的阻力被蓋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尿尿 所以導致一個叫尿滋流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輕度一點的話 鬆弛其實它有時候會 它有時候膀胱比較敏感 它就一直跑廁所一直跑廁所 對 等於說你生理都沒有辦法控制了 對 心情會很難 這個是每天都可以遇得到 排尿的問題 那如果到了夜晚的時候 呃 太鬆弛 跟先生在一起的時候 或是跟伴侶在一起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肝癢射痛不舒服 影響性生活 對性生活 影響性生活 就影響國家的那個根本啊 嗯 對生育的問題 喔所以這也是蠻嚴重 必須要好重視 但是還有女生最怕細菌感染 對 那鬆弛會增加細菌感染的風險嗎 呃 已經有看到陰道萎縮 萎縮上皮之後 它會形成一些呃 萎縮性細胞 讓你搔癢痛不舒服 所以基本上這種病人 我們進來還是會開一些 持激素的荷蒙 喔 補充它的荷蒙 緩解它的萎縮 喔 尤其你說搔癢痛 又很容易去抓 對 抓了又會容易造成感染 對 抓了很容易造成感染 喔 那關於陰道鬆弛這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很多女生 尤其來 醫師自己在門診 會常聽到一些 比較錯誤的觀念跟迷思對不對 對 尤其我覺得最 大家最常擔心的是說 女生會說啊 我男朋友 比如說現在越來越多 那個異國戀嘛 我男朋友尺寸比較大 或是說 男朋友太常想要我們 性生活很頻繁 對 這樣會不會導致我 鬆弛越來越嚴重 這是陰道的勢大迷失破解喔 其實做太多 會變鬆嗎 其實是不會 不會 不會 他是 你看我們小孩子生出來 從陰道 他的彈性度非常的夠 他還是可以靠 凱格爾運動 提鋼運動 讓他拉回他的彈性度 所以你看男生 再怎麼樣出 也不會比小寶寶的頭還要出 所以就不用這麼擔心了嘛 對 但是太頻繁呢 比如說太頻繁的性生活 喔 這是訓練你的骨盆牆 基本上我們在 呃 停經後的婦女 有些就是他的性 性伴侶會要求要 可是呢 因為他萎縮那麼乾癢色痛 不去一直在拒絕 事實上我們都會跟病人講 這要做才可以 彈性才會回得來 喔 你不做就開始慢慢慢慢慢慢的萎縮 喔所以其實男朋友 性慾很強也是在幫你嗎 幫你的彈性度 喔 再加上他的肌肉訓練 有在收縮放鬆 收縮放鬆 欸這樣幫很多男生洗白 因為很多女孩子 會怪男朋友說 你看就是你一直要求 一直太想要 所以害我下面越來越鬆了 所以你鬆了不能怪我 但其實真的不是男朋友的問題 這是一個迷思 迷思 所以跟性愛沒有關係 那另外還有女生 越來越擔心就是說 欸很多女生會有那種感覺 好像自己色素沉澱 是不是會黑黑的 有人說一定要白才是好的嗎 才是健康的嗎 嗯剛剛我們看到那張照片 其實我們陰道啊 跟小陰唇啊 其實正常的大概是有色澤 有色澤 那你說要強調非常的白皙 其實我們的種族 人類的種族不同 有白人、黑人 那黑人怎麼辦喔 那也就是說 有可能是你穿緊身褲 或是騎腳踏車摩擦 產生一些黑色素沉澱 形成有一個小塊 可能會特別的黑 特別的粗 特別的長 所以都是正常的 並不是說欸是什麼 發炎啊 或者是其他奇怪的現象 這就是正常的反應 還有人說 欸我沒有做過愛的女生 是不是陰道會比較緊 基本上 剛剛有講老化 他也會鬆弛 所以呢 老化也會鬆弛的話 基本上沒有性行為的女生 他陰道還是會有 會慢慢的流行 他的蛋白質流失 產生 他的彈性度會減少 欸還有很多女生 真的會蠻好奇的 如果我們在性愛過程中 有時候會發出一些空氣的聲音 這樣嗶嗶啵啵啵的聲音 這個是代表說 太鬆的關係才會發出來 嗯基本上 其實座外的姿勢 不同的姿勢 會有產生一些空氣 會跑進去 所以應該是跟姿勢有相關 喔是跟姿勢 所以跟陰道的鬆緊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喔所以女生不用太過擔心啊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才講生小孩嘛 對不對 有些女生的確會因為擔心 嬰兒經過我們的產 那個產道 然後會導致陰道鬆弛 所以很多人現在選擇 剖腹生產 對 所以但是剖腹生產 真的有比較不容易鬆嗎 嗯 剖腹 你看我們懷孕是十個月 十個月肚子撐起來 其實它是個重力 那你骨盆腔的承受到 大概有大概 有時候你懷孕嘛 有時候胖個十公斤 二十公斤 是 你的負債是持續的 齁 所以肌肉群它開始慢慢要放鬆 放鬆 你從肚子剖拿出來 事實上陰道它還是有 已經被撐 已經被撐開過了 對 所以沒有關係 即使是你剖腹產 陰道鬆弛還是一樣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有老化嘛 還是會有老化 你年紀會越來越長 也不會越來越年輕 所以女孩子不需要因為怕自己鬆弛 而選擇蒲腹產 對 這是比較沒有關聯的 其實相關係沒有那麼嚴重 喔 凱格樂運動 陰道還是要訓練 那我們一直在講說 陰道鬆弛陰道鬆弛 但是 大家追求緊 緊真的有比較好嗎 痾...陰道緊齁 太緊你沒有辦法 除了性行為以外 甚至於你根本 沒有辦法達到生育的功能 就連傳宗接代就有問題 進不去 對進不去 這種婦女有時候 除了焦慮緊張 還有一些 自己的道德觀上的一些影響 或者是她小時候 曾經受過一些 傷害 心理上的陰影的 所以她沒有辦法放鬆 那這樣的婦女 我們有時候會打到漏毒 才有辦法放鬆 對 那原則上 太緊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實過語不及都不好啦 對 那剛才我們也在講陰道松食是比較多人 有的困擾嘛 對 那到底陰道松食這件事情 要怎麼樣來改善呢 非常的重要喔 大家好好聽一下齁 七招包住男人齁 一個適當的撫摸和按摩 是在降低你的交感神經 所以男生 男朋友的角色就蠻重要的 對 其實會穩定你的情緒 也不要動怒齁 甚至於你要整個腦袋放空 然後放鬆心情 對 最好是度蜜月出去玩的時候 所以心情會影響到 會影響生理 喔真的也會是 就像我剛剛有講說 欸她會覺得很緊張 或者是她工作壓力大 或者是她 欸 產後她的小孩還在準備要睡覺 還沒睡覺的時候 對 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的死 對 是在飲食上也是有關係的齁 剛才講到說吃重油重鹹啊 都會燒烤 對 所以吃的比較清淡一點 多吃蔬菜水果是比較好的 那到底吃食物吃 要吃哪一些 等一下也會繼續再講 另外運動也是很重要的 嗯 基本上我們養成運動 是全身系統的齁 當你運動一週齁 一週運動三次 每次30分鐘 心跳至少達到130下 其實是有效運動 會緩解你一些老化 喔 抗衰老的作用 喔 所以運動不只是說欸 改善身體 各方面都影響到 全身 就連你的引導也會影響到 也會影響到 喔 再來大腿的緊實內側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 大腿引肌肉的內側肌肉 其實訓練你的骨盆腔肌肉群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是 那醫師剛才一直在講凱格爾運動 凱格運動 今天為我們介紹一個坐著就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坐著之後 然後把你的大腿夾緊 然後腿抬高 好你可以撐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然後放下來 基本上可以撐到十秒的 的 的人其實 坐個半個小時其實已經很累了 喔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訓練的方式 訓練 大家記得喔 如果想要再更完善的做一個這樣的訓練 上網查一下 都有蠻多專業的招數 YouTube就可以看得到一些 喔是 那剛才 剛才講到食補很重要 那到底要吃什麼呢 可以保持我們陰道的彈性 OK 保持陰道的彈性 潤滑要怎麼吃喔 其實基本上我們肌肉群還是要 必須要靠蛋白質的攝取 就跟健身一樣 對健身還是要補充蛋白質喔 如果蛋白質不夠 我們就是肌少症開始萎縮掉了 喔是 所以豐富的蛋白質 肌肉蛋或是豆腐喔 都是含有高蛋白的東西可以攝取 那再來就是抗氧化的一些食物 像番茄蔬菜 或者是Q10啊 維他命E啊 這些都是很好的一個抗氧化物的食物 延環老化 嗯 然後還有就是天然的雌激素的一個食材 基本上它滋潤一定要有些雌激素 它才有辦法產生一些潤滑度出來 基本上這些食物你看 除了保持陰道的彈性 適當的吃這些含天然的雌激素 如果像有一些乳癌的患者 真的是有些腫瘤醫師會建議 他永遠都不可以接觸一些雌激素的藥物 或者是食物的東西 嗯 基本上那怎麼辦呢 我們還有一些武器 像陰道雷射 可以去激發陰道黏膜層 刺激它的膠原蛋白再生 產生它的滋潤度 甚至於它的彈性會出來 嗯 我們 即使我們打到陰道裡面 其實尿道端的上面都有雷射道 喔 所以會幫助你的排尿的問題也會改善 所以現在手術能做的事情真的蠻多的 對 那除了剛才講到這些方法 是不是有些醫療輔助醫器都可以來幫忙 有 等一下我帶你去看 我們等一下會有兩台機器 這一台是磁波椅 然後是利用磁波的效應 我先開囉 好 開 然後再轉到它的強度 訓練你的骨盆腔的肌肉群 可以治療你的尿失禁 疾尿 平尿 甚至於彷徨的疼痛也會稍微有改善 現在你的感覺呢 我感受一下 它好像是一陣一陣的 然後會有震動感對不對 對 就是震動我的骨盆腔下面這個位置 骨盆腔的一個核心肌肉 對 它是收縮然後再放鬆 這樣 有被電到的感覺 有被電到的感覺 對 它是什麼原理啊 它是利用磁波這樣子 震波之後 一個放鬆 收縮 放鬆 等於是刺激我的神經 刺激你的肌肉 肌肉 肌肉讓它有一個彈性嘛 你一定要有個收縮能力嘛 對 喔 就等於它坐下來的時候 所以我坐姿一定要就是 坐姿我們都要跟著椅背 平之後 雙腿要打開肩同期 是然後這邊就會有那個 隔大概幾秒鐘 然後就會被電到的感覺 震波的時候感覺 就是三秒鐘完之後 休息一下 然後再震波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機器 幸好我沒看過 還不需要 但是好像剛才醫師有講說 這不只是女生可以用 男生也可以用 男生也可以治療性功能障礙 男生也可以啊 也可以治療 對 製作人在旁邊眼睛為之一亮 這很適合一些老人家 他沒有辦法那個 做一個凱克運動 或是他沒有辦法夾緊 這是透過被動式的訓練 就是患者本身不用自己動 我只要坐在這邊 他就會幫我 幫你刺激收縮 就是很多老人家 他沒有辦法用力 對 你只要坐在這邊 就可以達到治療的效果 治療的效果 那一次療程大概做20分鐘 喔要做20分鐘 你就乖乖的坐在這邊就好 乖乖的坐 然後讓他這樣啵啵啵啵啵啵 你可以一個禮拜來做 兩次到三次 喔就會訓練 訓練 對對對 那另外還有另外一台 另外一台機器 關 這台機器是骨盆基生物回饋訓練 那訓練你的骨盆腔肌肉 是靠你主動運動去訓練他 喔喔 所以剛才那個是被動的 被動的 那這個是我要自己去動 然後讓他感受到 對 所以從螢幕上會看到你收縮的壓力 跟他的持久度 所以他椅子會感覺到 我的一些回饋的感覺 呃 屁股下面本來是一個平面嘛 對 之後他會有一個感應器 慢慢的浮起來之後 會頂到你的 呃 會音下面的 進肛門口附近的肌肉群之後 就看著螢幕 他的波長 收縮 哦 就是我去夾他的 對 放下來 所以我們身體先不要動 所以我要跟著那個曲線討略對了 對 看他的曲線訓練你的 肌肉的強度跟持久度 還有他的壓力夠不夠 哦 那我這樣子是夠還是 這個 照你這個年齡層應該是不錯的 哈哈哈哈 欸 所以我在做這個時候 我不能大笑或什麼的 你都不能亂動 因為他是感應器非常的敏感 對我一大笑他就瞬間飆高 甚至你身體在移動的時候 他壓力就會很死 他也會感受得到 哦 那這張圖片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是主要訓練他的 呃肌肉群的這一塊 哦 所以他等於是 你練習好之後 回家 每天 然後自己練習 自己練習完 然後到醫院來 做這個儀器 看你有沒有做 比上次的壓力 有沒有確實 壓力有沒有達到更進步 因為這邊是有一個數值給你參考就對了 你平常在家 你可能只靠自己感覺 感覺 但這邊是有一個數字告訴你說 你加了多久 所以才叫生物回饋 哦 所以才知道自己有沒有夾對跟夾錯 好 甚至有時候你用到腹部的壓力 他也會浮上來 所以這邊腹部是不能用力 不能用力 你只能靠自己肛門用力 肛門 所以現在要讓大家看一下這曲 先看一下我肛門夠不夠力這樣子 骨盆腔肌肉群有沒有力 哦 好剛才看到那些是醫療輔助儀器嗎 這要來醫院才有 那其實在家的時候 也有一些小道具是可以輔助的對不對 對 現在房間很常聽到什麼 聰明球 事實上 呃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看一下 是 這目前現在好像 像這個是絕 絕 絕版的 你剛才問我有沒有聽 有沒有看過 如果我看過問題才大吧 哈哈哈哈 其實 這在歐美的時候還蠻長 蠻長用的 訓練你的陰道鬆弛齁 它這個是 這叫 這個東西 有分大小 這依到你的陰道的寬度去釋放 那這個打開 你可以幫我打開一下 打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放你的 呃 這個 襯錘 那這個襯錘裡面 有分 這就跟重訓要增加重量 一樣的道理 對意識是一樣的 訓練你 然後這個是五克 依你的 一開始我們不會用太重的力道 可以慢慢的累積下來 像我這種五公克 就是有重量 對有重量 如果你訓練到某一個程度 可以齁 力道夠就可以再加上去 一共加起來 一共有五十公克 哦 那慢慢增加重量 慢慢增加重 不要一下要打擊信心 哦不行 有時候會掉下來 太重會掉下來 所以要慢慢的 所以把這個重量加進去之後 然後就塞進去嘛 對對對 但是塞之前 是有重量的喔 有重量 跟這個 塞進去之前 我們還是建議還是需要用到一些潤滑劑 否則喔 太乾 會進去 會 會獵傷 哦 所以潤滑劑的也 潤滑劑也要用 所以這個 放進去之後 就開始自己訓練 夾 走路運動 什麼都可以 煮飯嗎 煮飯都可以 做夾式 夾住 不要讓它掉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 睡覺前把它拿起來 清洗一下 嗯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潤滑劑的部分 除了 嗯 一般房間可以買得到的 拋棄式一包久 用完就丟掉 不要再重複像 買一些 一條可以用好久 一個月兩個月的 哦 如果你硬到 非常的 嗯 乾 連放進去都有問題的話 我們有像 這種的喔 嗯 這個是 也是潤滑劑 像棉條一樣 就把它打開 之後 會有慢慢的 這裡面是玻尿酸 哦 哦 把它塞進去 像像注射一樣的感覺 打到硬到裡面 它是一個 欸 我記得它直接拔就可以了 有沒有 哦 而且它裡面的 唉唷 就擠出來了 它 你可以摸摸看它的 黏稠度不會那麼水 哦 欸跟保養品一樣 對 就是玻尿酸 哦就是玻尿酸 有些像 呃我的病患會說 它用了一條 非常的 可以放個 呃一個月兩個月 可是它的水 非常的水 甚至感覺 啊好像是不是尿濕淨的感覺 哦 對 就是它的滋潤度是 是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來 好 丟進去 ok 這些都是在家裡 比較可以訓練的啦 這個可以訓練 還有這些 真的是沒有看過欸 這些小道具 哦 這個小道具 嗯 你可以拿兩個 我拿兩個 齁 嗯 或者是 呃直腸脫垂 它有不同的尺寸 會依照每一個 女生的陰道的大小 齁 或者是它是 掉的是哪一個位置 嗯 像如果是 呃它是膀胱脫垂 我們就會這樣 或是子宮脫垂 把它頂上去 這整個都是洗完之後 嗯 放潤滑劑再幫它 推回去 嗯 推回去就是跟 我們剛剛做的 聰明球是一樣的 就是行動走路都可以 對 啊 晚上睡覺的時候 再把它拿起來 年輕女性對這個 比較陌生啦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紀的時候 到了某個年齡 你就知道這些東西 有多重要 嗯這個很重要 嗯 這個也是要 依你的size 來決定要放哪一種的 嗯那個 是 到底 這個 因到脫垂 因到鬆弛這一件事情 對於一般我們現在 年輕女性 沒有辦法想像說 原來真的有發生 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會有這麼的嚴重 就是說會影響到整個身心裡 包括剛才講 會有漏尿的問題 對漏尿 你光是如果一天到晚都在漏尿的話 你出去不管去到哪 都是一個嚴重的打擊耶 是啊 會影響到我們的自信心 會覺得說 連生理都沒有辦法控制 我們還能控制什麼呢 對 就是平常剛才講 怎麼樣保養就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最後意思要提醒 所有的女性朋友 除了鬆弛之外 平常保養我們私密處 也是很重要的 要怎麼樣來保養呢 呃我們 當你有MC 生理期週期的女生 我們建議還是要 穿棉子的內褲 然後衛生棉要勤換 不要一片衛生棉 從早用到晚 很容易滋養 滋養一些細菌 產生一些發炎的東西 也不要穿緊身褲 緊身褲會悶住 台灣人就比較潮濕 對 那水分要攝取夠 因為水分喝水尿尿 才能排分泌物啊 對 當你一天的水分 攝取不夠的話 你的分泌物就會 堆積在你的陰道裡面 也排不出來 累積下來就會 產生一些細菌性 細菌性陰道炎啊 或者是有時候你 免疫力很差 會產生黴菌感染 是 你光是一個陰道 一個小小的一個器官 一個部分 就可以影響到女生 不只影響女生 也影響到她另外一半 影響到家庭齁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剛才深入的討論陰道松石 對 跟怎麼樣來改善 怎麼樣來保養 對所有女生來講 都是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是 大家一定要記得 如果說你男生看到的話 記得告訴女朋友 叫他一起來看 或是聽完之後 互相幫忙一下 我們兩性之間 都有彼此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 對 好好改善的話 進而也才能改善關係 是的 沒錯 記得要把直播分享出去 我們謝謝張雨琦張醫師 掰掰 掰掰 沒有禁止 沒禁止 沒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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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從沒禁止 那些無禁止